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我们继续OminiFocus for Max的课程 这节我们学一下透视中项目的筛选与展示 好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透视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不使用项目层的结构 针对于动作的透视 第二个是使用项目层的结构 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当我们设置完透视的名称和图标之后 第一步应该设置的就是选择透视的类型 是针对于动作的透视 还是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大家注意 左特是针对于动作的透视 这些参数是不同的 比如演示文稿区 这里写的是动作分组方式 动作排续方式 但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这里写的是项目的分组方式 项目的排续方式 在过滤中 这里的是过滤上下文 针对项目写的是过滤项目 表面上看 这里的位置都是公积条选择 然后添加当前公积条选择 都是一样的 不论选的是使用项目通级 还是不使用项目通级 但是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注意 当我们选择不使用项目层级 针对动作的时候 这个公积条 只能在左侧是上下文菜单 及选中某个上文之后 才能够进行点击 这块 大家注意 是针对项目透视 使用项目层级 只能在左侧点击项目 然后看项目名称 点击某些项目回线夹 这菜单才可以添加 这里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距离操作上的差异 比如我先新建一个透视 比如透视名称 我就写为1,2,3好了 大家注意 我先选不使用项目层级 它是针对于动作透视 然后我这时候去找上下文 然后比如我选其中三个上下文 也可以是选下面的几个上下文 也可以 然后再打开显示透视 这时候大家注意 我在不使用项目层级的时候 找最下方的供给条选择 可以添加到当前供给条 添加了一些上下文 这是针对于动作透视 比如这时候我们点击左侧菜单中的项目 然后选择某些项目 比如我点一下G45个项目 然后找到显示透视 我们看一下最下方 我们发现供给条选择下方的这个按钮 是不能够使用的 假如说我回到最上方 在这个项目层级这 选择使用项目层级 也就是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我点一下 然后到下方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在项目菜单中已经选择了几个项目 这是我们发现这个按钮 这个供给条选择下方的按钮 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点击一下 发现已经添加到下方了 比如这时候 我点一下左侧菜单中的上下文 然后我们再找到显示透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的供给条 大家注意 我当天其实已经选中下文 为了对比明显的 我再选中几个 比如选中这四个 然后到显示透视里看一下 大家注意 这个供给条是不可选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项目层级中选择 使用项目层级的时候 那下方这个供给条选择 只能在项目中挑选一些添加 不能在上下文中选择进行添加 那当我们在项目层级中选择的是 不使用项目层级 针对于动作透视的时候 只能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部分进行添加 不能在项目中选择一些添加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对最下方的供给条选择 有了一定了解但是并没有完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当我们使用项目层级选择这个选项的时候 最下方虽然可以进行供给条选择 也就是说在项目裁定中选择一些项目 但是实际上大家注意 选择的这些项目并没有任何作用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参与到整个透视中数据的筛选 这个选择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那关于这支点呢 我做过多次的测试 测试了很多方案和组合 那我发现在使用项目层级的时候呢 最下方的供给条虽然可以使用 可以在项目菜单中选择一些项目 在这里展示 但是这个确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是在软件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小的一个披露 那关于这个支点呢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那其实呢 不止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文字的差异 其实很多子选项啊 也是有差异的 那在后面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在本节呢 主要讲解的是针对于项目投视 一方面呢 会讲解一些参数的含义 另外一方面呢 也会给大家讲解一些案例 好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演示文稿区域 首先看项目分组方式 那项目分组方式呢 相对于动作分组方式啊 增加了文件夹和下一次检查两个选项 但是呢 减少了上下文 减少了项目 减少了以标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项目排序方式 那项目排序方式呢 相对于动作排序方式呢 增加了一个未排序 增加了一个下一次检查 但是呢 减少了上下文 减少了项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过滤 那针对于项目的按状态过滤呢 相比较 针对于动作的按状态过滤呢 减少了四个选项 包括即将到期 截止或以标记 截止并以标记 截止并未标记 那按可用性过滤呢 和针对于动作透视这个选项啊 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那这里的按持余时间过滤呢 也没有变化 但这里的过滤项目 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过滤项目 那之前的按动作的透视呢 是过滤动作 那这里呢 增加两项 一个叫做待定 一个叫做已完成 那刚才呢 给大家介绍了 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和针对于动作的透视 那这些参数 这些紫眼相的一些差异 那可以看出来紫眼相的差异啊 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含义呢 却完全不一样 因为针对于动作透视啊 它的这个参数 是以动作本身作为这个单位的 但针对于项目透视呢 它是以项目作为单位的 那就拿这个过滤项目来说 那在这里呢 比如呢 是要过滤出所有活跃的项目 但在之前是过滤动作 那是过滤出所有活跃的动作 它俩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几个 使用项目层结构 也就是针对于项目的透视案例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针对项目的透视 那就是删演出即将开始的项目 那一般来说呢 当我们项目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会对项目呢 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那这里呢 举个例子 比如呢 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度目标 分别有四件事情 第一个呢 是参加演讲培训 第二个呢 是参加拖曳考试 第三个呢 是参加PMP考试 第四个呢 是旅游 那这四个项目呢 如果同时来做 经历呢 可能会不够用 所以呢 最好是依次来做 中间呢 有一定的间隔 当我面对多个项目 需要考虑每个项目的难度 让项目呢 有难有益 监次进行 那比如呢 第一个项目 是参加演讲培训 那这个项目的目的呢 是提高个人的能力 它并没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考试 那这个项目难度呢 居中啊 或者是偏低 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拖曳考试 那这个项目呢 需要三四个月时间的准备 并且才考试 应该说呢 是比较难的 那当我完成拖曳考试之后呢 最好呢 先休息一段 然后呢 出去旅游 让身心呢 都放松一下 然后呢 再过一段时间呢 开始准备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项目 就是PMP考试 那人生呢 好比是长跑 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力 那我们每年面对的项目呢 中间要做好间隔 让自己呢 得到休息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在使用OminiFocus 做项目管理过程中呢 能够有一个框架上的 整体上的一个把握 那这样呢 让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身体状态呢 得以平衡 那这个框架上 整体上的把握呢 可以使用一些专业的软件 比如OminiPlan 也可以呢 直接在本子上呢 大体化一下 项目之间的关系啊 比如一二月份做什么项目 四五月份做什么项目 那可以检查一下 在某个阶段 这个同意时期内 项目是不是太多了 如果比较多啊 就需要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取舍 那当我们对项目 整理做了规划 明确了项目的开始时间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项目的开始时间呢 设置到项目的属性中 我们看到 比如呢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那在项目的日期中啊 有一个推置制 那推置制的行业啊 其实就是项目的开始时间 那这里呢 我有一个测试文件夹 下面呢 有三个项目 这三个项目呢 是我未来预计录制的三门课程 那我当前录课的时间呢 是2018年的1月5号 那我分别规划了一下三门课程的时间 比如呢 第一门课程 AmiGraph课程呢 是在18年的21号开始录制 然后呢 我现在暂时不设置 接着时间 然后呢 AmiArtland的课程呢 是在5月1号开始录制 大概是6月底结束 比如呢 Kindle的课呢 是7月1号录制 然后呢 10月1号结束 那这三个项目的共性呢 都是未来才会开始的项目 那今天呢 是2018年的1月5号 那最早的项目呢 是在大概三周以后呢 才开始 那有些项目呢 可能是在半年以后呢 才会开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种需求 虽然呢 我们今天呢 并没有开始这些项目 但是呢 我们可以提早 为这些项目做一些准备 比如呢 提早组织项目的一些计划 提早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 那这时候啊 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入口啊 有一个连接 点击之后呢 能看到即将开始的项目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 针对项目的透视 那这个透视呢 我们可以叫做 即将开始的项目 当然前提是 有一些项目 已经设置了推迟制时间 大家注意啊 推迟制时间呢 是必须要设置的 那到期 也就是截止时间呢 可以不设置 好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透视 然后呢 选择使用项目层的结构 也就是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过滤中的第四行 过滤项目 点击这一行 看到有一些选项 大家注意 我们选择待定 那待定呢 也就是OminiFocus的 这个英文版啊 这个词呢 是判定 判定呢 如果翻译的话 是未觉得待定的未定的或者即将发生的 其实我认为即将发生的这个解释呢含义更加贴切 但这里用的翻译呢是待定 那不论怎么翻译呢 大家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即将开始的项目 好 我们设置完过滤项目 然后呢 再设置一下这个透视的名称 就叫做即将开始项目好了 然后呢 设置一个图标 接下来我们到OminiFocus的首页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呢 点开这个透视之后呢 展示了三个项目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了推迟之日期的三个项目 那这三个项目的右侧 大家注意 这里展示的是即将开始时间 也就是推迟之时间 那这里呢 是截止时间 那如果你的界面中这些字段展示的不完整啊 可以点一下显示 在布局里的修改一下 那这时候呢 我点击一下其中一个项目 比如呢 第一个项目录制OminiGraph的课程 这时候我发现项目下呢 没有任何子动作 我可以新建一个动作 我先选中这个项目名称 然后呢 回车 比如呢 我新建一个动作就是 建立OminiGraph课程文件夹 好 那这个建立子动作呢 可以是直接选项目回车 也可以是呢 选择项目之后呢 按这个动作的加号也可以 那这里呢 有点需要大家注意 针对于项目的透视呢 在Mac版下呢 是可以新建子动作的 可以建立子动作 甚至是多层的动作 但是在LS版呢 是不能建立子动作的 这指的是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好 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即将开始项目的透视 那我建议呢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呢 都需要设置推迟制 也就是开始时间 那针对于重要的 非常有价值项目的可以设置推迟制 那我们使用这透视之后呢 就可以提前看到即将开始的项目 那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对这项目的进行组织整理 那如果项目中的一些行动啊 是可以体验执行的 那就尽早执行 提早加快项目的进度 那如果我们能培养这样的习惯呢 你会发现很多项目啊 在开始之前呢 已经完成了很多 那当你真正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会感觉压力非常的小 项目的成功率呢 就非常的高 好 接下来我们设置第二个针对项目的透视 那在平时使用OminiFox的过程中啊 会发现 有些项目呢 可能没有设置任何动作 我希望呢 把它们列出来 然后呢 至少设置一步下一步行动 然后呢 推进项目 那怎么设置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设置透视的类型 是使用项目层的结构 然后呢 选择过滤项目 这里大家注意 选择的是延迟 那英文版中用的词呢 是start的 那中文含义呢 是拖延 停止 转动 熄火的 那含义呢 是那些没有任何此动作的项目 好 我们选择完过滤项目类型之后呢 再设置一下 透视的名称叫做空项目 然后呢 选择一个图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新键的这个透视 空项目透视 然后呢 我们看到右侧呢 列出了大概十多个项目 对项目的大注意 都是没有任何此动作的项目 那如果这时候呢 我们想对其中的某个项目呢 进行编辑 添加一些此动作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显示上方的 在项目中显示 大家注意啊 快捷键是command加上option 然后呢 再按一下字母2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command option加字母2 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个项目里面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项目呢 进行组织整理 比如呢 我先新建一个组织动作 叫做去豆瓣查找绘画书籍 好 第二步呢 就是购买绘画书籍 那接下来呢 我可以为这些动作呢 设置上海玩 比如第一个呢 是computer 第二个呢 是shopping 那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为这些动作呢 设置奇标 或者是戒指鞋 这个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空项目 看一下 刚才的绘画这个项目呢 就消失了 因为绘画项目呢 已经有此动作 它不再是空项目了 那这里它有点需要注意 假如说我们是在IS设备上 比如iPhone和iPad上 为一个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删远出的项目呢 添加自动作 应该说不是太方便 那具体添加方法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Winifocus4IS的课程 那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呢 假如说我们同时使用IS设备和Mac设备 我更建议呢 在Mac上做针对于项目透视的组织整理 因为呢 第一Mac界面比较大 第二呢 Mac上可以使用快捷键 操作更加方便和快捷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那在我们使用MiniFocus过程中呢 会有很多项目 但是呢很多项目的长期没有操作 大家注意 这个长期没有操作啊 指的是 虽然这个项目下面呢 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组织结构 可能有多个层级 但是呢 很久没有编辑了 我们想找出这些项目 那当我们找出这些项目之后呢 可以对项目的组织结构呢 进行一些调整 比如呢 增加一些动作 优化一下组织结构 或者是呢 完成其中一些动作 很多项目啊 其实不怕慢 就怕停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项目呢 在一定周期内呢 多少能够推进一小步 那这个透视的设置方法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我们选择使用项目层级结构 接下来呢 可以确定一下项目的范围 比如呢 我想选的范围呢 是工作上的项目 可以选一下工作的这个顶层的文件夹 那接下来呢 可以选项目的分组方式 大家注意 选择的是已更改 那这里的已更改呢 指的是对项目内部任何信息的增删改 比如呢 我修改项目的名称 在项目内部呢 增加一个此动作 或者是呢 修改某个动作的截止时间 设置某个动作的旗标 或者是完成某个动作 都算是已更改 那已更改呢 反映了我对项目最后一次编辑啊 或者是执行的状态 那这里已更改呢 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时间属性 那当我们创建好这个托式之后呢 在首页找到这个托式 我当时把这个托式呢 命名为组织项目 点击一下 我们看到在右侧啊 这个主要区域呢 展示的维度呢 是按照时间分类 包括了上周内 上个月内 之前三个月内 之前六个月内 四个维度 那由于我对数据最后编辑的日期啊 和你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里看到的维度啊 会略有差异 好 首先我们打开一下上周内 那这里呢 看到大概八九个项目 那这八九个项目啊 最后编辑之期呢 是在上周内 我们再看一下最下方的 之前六个月内 我们看到大概有十几个项目 那这十几个项目呢 最后的编辑之期啊 是在之前六个月内 那换句话说呢 这些项目啊 大概有半年时间内 没有做任何的更改和编辑了 也就是说他们停滞了一段时间 虽然他们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有此动作 但是呢 我没有做任何的编辑 没有做任何的更改 所以说我们可以 重点关注一下 这些长时间 没有做任何更改和编辑的项目 比如呢 我看一下 这个动作呢 是思考符号的推广计划 我还是想 为什么停了这么久啊 后来我想 可能是由于 我对这个推广计划 确实没有任何概念 我是不是更改一下 我这个第一步动作 可能第一步动作 应该是咨询 大追啊 这个一更改 它就变了位置啊 应该是咨询 比如我写i的啊 咨询i的符号 推广意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根据最近的想法和规划 想了一下 这个符号的工作啊 非常的重要 我想尽快推荐 那接下来呢 我设置一下这个动作上文 比如为anywhere 通过微信沟通 然后呢 接着时间呢 设置为today 好 我认为呢 它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再打个奇标 那这样的话 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动作啊 就会很快的执行 那同志们注意到 符号这个项目呢 由之前的六个月内更改的项目的这个维度啊 已经到了今天更改 因为我今天呢 刚刚对它进行操作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示啊 看一下有多少个项目呢 是有长达半年啊 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做任何更改 那么需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些项目 这些项目呢 要么是丢弃 要么是暂停 要么是修改一下组织结构 要么是重新找一下下一步行动 那这里呢 我们注意到 其实这里的项目啊 是暂停的项目 假如说我们不想展示那些暂停的项目 可以在显示透视中 过滤项目中呢 显示活跃 那这些暂停的项目呢 就可以被排除掉了 只展示那些活跃的项目 那假如说呢 我们想看一下系统中所有的项目啊 不仅仅是工作这个文件夹下的项目 看一下所有项目 那项目呢是长时间没有进行任何编辑和修改了 那可以把这个聚焦工作范围的去掉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左侧 就是针对系统中所有的项目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让系统中所有的项目呢 按照最后的更改日期呢 进行分类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点击左侧 比如我点一下娱乐 那这时候呢 娱乐下的所有项目呢 也是按照最后更改日期进行分类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针对项目的透视 找出了一些暂停的项目 那我们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呢 就会对这些项目的进行暂停 这些暂停的项目呢 当前并不适合执行 以后再做 但是呢 我们暂停了很多项目之后呢 也需要对这些项目的进行定期的检查 看一下当前呢 是否需要激活这些项目 好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透视 这个透视名称呢 就叫做暂停的项目 然后呢 选择一个图标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使用项目层级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项目分组方式 我们选择以添加 以添加指的是项目的天下日期 那当我们选择这选项之后呢 当透视建立好之后呢 会按照项目的天下日期呢 进行分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过滤项目 大家注意 过滤项目呢 有很多选项 我们选择的是暂停 指的是要删写出那些 目前状态是暂停状态的项目 好 我们打开OmniFocus 然后呢 找到暂停项目的一个透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侧 右侧我们看到 是按照以添加进行分类的 以添加指的是项目的天下日期 我们看到有些项目呢 是去年添加的 但是目前状态呢 是暂停 有些项目呢 是一年以前添加的 目前状态呢 也是暂停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行思考 那对于这些暂停的项目 我们是保持还是改变 那接下来我们选择其中一个项目 比如呢 第一个项目独立史 我们看到项目状态呢 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呢 就是保持当前暂停的状态 以后再说 第二种可能呢 是激活这个项目 我决定呢 最近要启动这个项目 开始执行项目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OminiFalse中呢 去做 但是呢 实际上我已经完成了 我可以把它标注为已完成 那第四种呢 就是这个项目呢 目前没有实际意义了 没有价值了 我可以丢弃它 可以选择已丢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那这个透视的目的呢 是找到那些耗时 一小时以上的项目 那这个透视的设置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设置透视的名称和图标 然后呢 选择使用项目层的结构 接下来呢 对按持续时间过滤呢 选择大于一小时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过滤出的项目 那这里呢 我有三个项目呢 是符合这个透视的 那比如呢 我们点开其中一个项目 叫做整理联系人 点开之后呢 这个项目下面呢 大家注意没有任何动作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项目的属性 那项目呢 也是可以设置 预计持续时间的 那当时呢 我为这个项目的设置的时间呢 是两个小时 预计持续两个小时 那所以呢 这个项目本身 耗时两个小时 所以符合 大于一小时的 这个过滤的参数 好 我们看下一个项目 那下个项目呢 是智商公司 那是我公司运营的一些事情 那下面呢 有一个群组 叫优化公司份案 那优化公司份案 群组下面呢 有一个动作 叫升级公司服务体系份案 那我们看到 这个动作的 预计持续时间呢 是两小时 也符合这个透视的要求 那我们总结一下 那如果一个项目本身的属性中的预计持续时间呢 是大于之前的参数 或者是其中包含的某一个动作 是大于之前的参数呢 都符合这个透视的要求 但是呢 这里我们注意一点 假如说一个项目下面呢 有四个动作 每个动作呢 耗时的预计持续时间呢 是半小时 那四个动作加下来是两小时 那虽然四个动作的持续时间呢 加起来是大于之前参数的一个小时 但是呢 并不符合之前透数参数的要求 那之前这个持续时间呢 指的是项目整体设置的参数 或者是其中包含的某一个动作设计的参数 它并不会对项目下属所有动作的预计持续时间呢 进行求和 那这种针对项目持续时间的透视啊 我们可以在显示上的设置一下 比如呢 我们之前用的是系统的使用偏好设置 这里呢 我们可以自定一栏 比如呢 我们增加预计持续时间的字段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看到的信息呢 就更加的直观了 比如呢 第二项 整理联系人 这个项目的预计持续时间呢 是两小时 那再比如呢 这个项目下属的某个动作 预计持续时间呢 是两小时 我们再看最上方的 最上方呢 也是下属某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达到了三小时 超过了一小时 那此外呢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比如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优化公司文案 下面有个动作呢 超过了一小时 假如说 这个群组下 还有另外一个动作 比如呢 我随便打一下123 然后呢 它的预估时间呢 是30分钟 没有达到透视的要求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 Cmd加K 整理一下 发现呢 这个动作呢 被顾虑掉了 不会在这里展示 所以说呢 在当前透视下 我们只会善演出群组下 达到要求的那些动作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 为大家展示的几个 关于项目的透视 那希望呢 大家能够通过这几个案例呢 能够深刻的理解 针对于项目的透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下总结 那使用项目层结构的透视呢 我认为啊 更侧重于组织整理啊 并不是说它不能做执行 但是应该说是 更侧重于做组织整理 那不使用项目层结构的透视 也就是针对于动作透视呢 更侧重于去做执行 当然它可以做一些组织整理 但我认为更侧重于做执行 那此外呢 其实这两种透视啊 也可以做一些回顾 那当然我在这方面尝试的会比较少 大家如果有需要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设置一些能够进行回顾的一些透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删除一个透视 删除透视的方法呢 很简单 先打开透视 然后呢 选择其中一个透视 然后呢 点击左下角的这个齿轮 然后呢 看到删除透视的按钮 点击一下 那这个透视呢 就删掉了 那这里呢 还有点需要注意 当我们在Mac版 删掉一个透视之后呢 在IS版呢也会删掉这透视 这个透视的删除啊 是同步的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再见